神奇口服液喝一口就能瘦 胖女孩喝了一瓶 再也称不出体重 小曼是名重达200斤的胖女孩 因为胖 她走到哪都能见到别人对她异样的目光 包括上班所在的咖啡店老板 也不待见她 哪怕店里没什么客人 也不愿让她干坐着玩手机 原本她看中一款减肥口服液 由于要不要买时 老板对她的态度让小曼立马下了单 回到家 父母对她也是冷眼对待 嘘寒问暖的一句问候也没有 到货后 她遵照使用说明喝了一口 一口就能瘦 结果撑了一下 哼 上寨的嘴就是骗人的鬼 然而在第二天 神奇的事情发生了 老板见到她后 神情十分惊讶 目不转睛地盯着看 就连人去送外卖了也恋恋不舍 乘坐电梯时 里面全是人 小曼一进去 电梯超载的提示音响起 她敢在众人开口说她钱 很自觉地出去了 毕竟像这样的情况也不是第一次了 然而这次有人开口挽留她 并暗戳戳地 让另一个胖妞自觉离开 上班期间 老板送了一块蛋糕过来 这是小曼到这上班后 从来没有发生过的事 由于要不要吃 她下意识地忘了一旁 又手用好看的客人 算了 还是不吃了 又减肥 刚准备丢进垃圾桶 三位柠檬精 语气酸溜溜地说 都长这样了 吃一口会怎样 至于吗 无奈 小曼又将蛋糕收回来 拿到小房间 自暴自弃地大口开吃 吃到最后一口时 店里来客人了 那是小曼的偶像阿彪 他是咖啡店老板的同学 恋人约了饭 阿彪临走前 还邀请小曼供进晚餐 看到这儿 我们应该也能猜出 小曼服下减肥口服液后 身材的确发生了改变 只是在我们和他的视角 看不出来 但从周围人的反应 就能看出 晚上服约前 小曼特地喝了一口口服液 这次可是要和偶像吃饭 他希望状态能更好 于是不按照使用说明 又喝了一口 到了约定地点后 阿彪再见小曼 却已经认不出来了 并自恋地说 私人时间不签名 结果小曼前脚刚走 后脚就有一个美女 上去打招呼 俩人聊得十分开心 这巨大的落差 让小曼十分不爽 于是 他无视了一次 只能喝一口的口服液警告 直接把屏内剩下的口服液 胡伦吞下 然而走出来时 他精神状况明显不对劲 额头冒冷汗 嘴唇发白 再见到人时 肉眼可见的 就是瘦骨如柴的他 晃了两下 人就倒在了地上 一张白布掩盖在身 暧昧之心 人皆有之 这可以理解 但如果是以付出生命为代价的 那就是你太傻了 都什么年代了 还要看别人的脸色为难自己 何必呢 好了 这就是今天萌妹带来的影片 减肥口服液 我们下次再见